欢迎来到Cocations on健康财富学院 人人都想成为有钱人 可是不是每个人都达成了目标 为什么 今天我们来谈谈 八个你还没成为有钱人的原因 一、你还没下定决心 天天跑趴 三不五十逛各街 要想成为一名有钱人 这些时间 应该拿来投资在你的事业上 鱼和熊掌不可见的 若没有下定决心舍弃一些东西 是不会成功的 二、害怕失败 所谓失败是成功之母 没有失败 哪来成功 三、目标不明确 哪来具体的行动 还是花点时间好好计划一下再出发吧 四、你根本不相信自己会成功 闭上眼睛 想象一下自己成为有钱人的样子 如果有困难的话 可以先想一个自己非常羡慕的成功人士 再把他斜线他幻想成自己 别笑 这很重要 他能帮助你加添信心 只有真的相信自己 你才能成功 五、不上网 那你就等于放弃了世界上最强大 最厉害 最有用的赚钱工具了 网络已经改变了这个世界 但他还会继续改变这个世界 六、你一直告诉自己 钱不等于快乐 却忘了 有钱才能自由 钱是自由的入场券 而自由可以让人快乐 所以 还是努力赚钱 让自己变得自由吧 七、交友不慎 如果身边都是负面的人 没办法支持你 给你意见 那你可能要考虑 是不是该换朋友了 真正的朋友应该是那些帮助你的人 他们是成功的必备要素 八、不扩充技能 你的技能到底有多少 知识量多大 都会决定你最后是否成功 虽然说这是耗时的工程 但是为了成功 还是努力一把吧 记住这八个原因 赶快调整自己 然后专注在事业上 坚定地朝有钱人的方向前进吧 希望以上内容对您有帮助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下回见